Round这个东西的话 第一个一定是先从 当然如果你是从那个New 这边有个FileNew 如果你要重新建一个新的专案 是从这边新专案 这个新专案跟刚刚那个路径是一样的 那你可以点击它 它会问你说你的那个project name 比如你要打一个比如说 Hello World 假设 Hello World 比如说你这边打一个 一般习惯是这样 Hello World 那底下的话这个都不改好了 我理论上这个最好是不要example 因为example它到时候上架一定会有问题 你打一个label好了 劳工好了 OK user.label.com 那放在哪里呢 特别注意 因为是放在C叠 所以如果今天你只是纯粹练习就算了 但如果说你将来呢 你要存在C叠的话 关机之后就消失了 所以建议你可以把它改在别的持叠 也许你把它改在低叠好了 把它改在低叠 低叠里面的什么地方呢 也许你就低叠的根木屋底下 有个叫Android Studio Project 底下的话会有个叫Hello World 就这样子 你会比较好找 不要随便乱存 因为存将来 关机之后就消失了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123然后NAS这个应该比较单纯 那再来的话因为哪一个版本 理论上我这边预设是4.03 那你就用4.03 但是如果你有可能会给比较更低阶的版本去使用的话 一般的话可能 我想2.33应该已经最低了 那你再选比较低的啦 如果没有那你就选4.03就可以了 那有没有要穿戴试装置 有没有要TV 有没有要其他Glass 如果没有那就跳过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你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你会发现最低好像一定要是4.4以后的版本 OK 然后下一步 不过这些的话 然后这个也是下一步好了 后面都下一步 这个要下一步 那它会帮我建立什么呢 会有一个Activity的Name 这个Activity特别注意 指的就是你将来Java的程式是写在这里 它会帮你建一个Java的那个class 就是它的类别 然后Layout呢 指的是你前端的View画面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C吧 这个是V OK 然后有些资料的话 所以MVC啦 M的话也许是你的Data Data它里面有内建 可以放一些资料的地方 好那下一步 那就Finish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要怎么知道 Use a fragment有没有 就是如果你是平板的话 那你通常会打勾 但是如果你这是手机的话 建议是先不要打勾 OK 按Finish 它会帮我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专案 名称叫做所谓的那个Hello World 那我们这个Hello World就建立好了 那不过Hello World里面要怎么样把它执行起来 也许呢 你这个地方 你可以简单修改一下 也许你就把那里面那个TestView里面的字 稍微改大一点的 或者是稍微调动一下 换个颜色吧 然后呢 再来就怎么样 把它执行到你的模拟器里面去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你要把那个模拟器给建起来 所以第一个 我们建立了新专案 当然因为这个今天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至少你要先完成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就是建立所谓的模拟器 这个跑得有点点 比较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 那第二个的话 等一下就是说 它建立好 它会自动跳出一个新的专案出来 那再来就是设定它的那个模拟器 那模拟器跑出来之后 如果没有问题 你可以试试看上面有一个这个执行的 这个执行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刚刚设定你的专案 直接执行到哪里了 执行到模拟器里面去 OK 所以它让它跑一下吧 好吧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可以的话 回去就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模拟器已经转OK的话 就是你这个模拟器有起来 对不对 然后你就按一下它 然后把这个东西执行过来 就可以看到Hello World 大概就这样 表示说 恭喜你 你已经进入了 Android Studio的领域了 那再来一下来的话 就是慢慢把这些工具列 这些工具列里面的东西 把它弄一弄 变成一个稍微更漂亮 更多元的一个APP 那你回家可以再做哪些事 执行之前 本来它这边是Hello World的字很小 你可以 我只有改个地方 把底下这边有个Properties 它的属性 有没有 往下卷动 点它之后 找到有个叫做Test Test什么 TestSize 往下找 TestSize在这里 那Size我大概 输入这个数字 50左右 大小随便 你就打一个大一点的数 反正我只要看到 Hello World 这样子 大小大概50个SP 那它单位是SP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其他 当然你要更改颜色的话 有什么 TestColor 你也可以更改它的颜色 诸如此类 以后的话 你可以借由这些 反正有个Property 设定 我想如果你有玩过 其他的开发环境 它类似 其他的话 还有这边 有个Layout Witch 这些东西 OK 而且程式的话 基本上就是从这旁边 这一页是我们的View 隔壁这边 就是我们的Java 就是我们的那个Activity 那就把这个地方 就是前面做 做好了 再做后面 再把它执行出去 就完成了 可能有bug的话 你先把它修一下 反正大概就这样子 OK 好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进度 大概基本上就先讲到 就是把那个免安装的Android Studio 下载到你的电脑 然后回去的话 还有设定那个模拟器 并且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叫法罗伯 把它执行到模拟器 这是今天的进度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进度 可以的话尽量到这 如果不行回家可以再练练功 有些细节假如你现在没办法记得那么熟 没关系 回家我会再帮各位把影片传到YouTube上去 然后会记到你们的信箱 如果你的信箱留的是没有错误的 如果收不到不然你在写信跟我讲说老师已经很多天了 没收到信可不可以再寄给我一次 那我会再寄给你 你之前有同学是email信箱留错了 然后所以或者是像留那个Yahoo 或者有什么留公司的吧 会党信 所以没收到的话 那大概前两周会寄给你们 大概第三周以后呢 我会开一个那个不公开的论坛 我以后就夹进来 然后以后会自动转信到你信箱去 也就是每一次上完课的影片都会到你的信箱 反正你就把你可能比较不知道的地方 比较不熟的地方再看过 OK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尽量简单一些一些 那再来就是各组想想看你想做什么 然后再把你想的东西跟那个手机的开发做结合 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